尼西米记 第十二章 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 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第一位人是耶稣亚 宾内 贾灭 士利比 犹大 马他尼 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 管理称谢的事 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 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 耶稣亚生约亚金 约亚金生以利亚时 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生约拿丹 约拿丹生亚度亚 在约亚金的时候 祭司做族长的西莱雅族 有比拉亚 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 以斯拉族有米苏兰 士马亚族有约拿丹 约亚利族有马特乃 耶大亚族有乌西 撒来族有加莱 亚木族有西伯 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 耶大亚族有拿坦耶 至于利未人 当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亚度亚的时候 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 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 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 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 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时候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 势利比 贾灭的儿子耶书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 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 马塔尼 巴布加 厄巴迪亚 米苏兰 达门 雅谷是守门的 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 这都是在约萨达的孙子 耶书亚的儿子约亚金 和省长尼西米 并祭司文士以色拉的时候 有职任的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 众民就把各处的地位人 招到耶路撒冷 要称谢 歌唱 敲拔 鼓塞 弹琴 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 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 和尼陀法的村庄 与伯吉甲又从迦巴和亚马福的田地聚集 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 为自己立了村庄 祭司和立位人就洁净自己 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 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 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 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 向粪场门行走 在他们后头的 有和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 又有亚萨利亚 以斯拉 米苏兰 犹大 变雅米 士玛雅 耶利米 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 约拿丹的儿子 撒加利亚 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 士玛雅是马塔尼的儿子 马塔尼是米盖雅的儿子 米盖雅是萨克的儿子 萨克是亚萨的儿子 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 士玛雅 亚萨利 米拉来 基拉来 马爱 拿坦耶 犹大 哈拿尼 都拿着神人大魏的语器 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 他们经过全门往前 从大魏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 在大魏宫殿以上 执行到朝东的水门 第二对称息的人 要与那一对相迎而行 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炉楼 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连门 谷门 渝门 哈南夜楼 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在护卫门站住 于是这两对称息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 站在神的殿里 还有祭司 以利亚金 马西亚 米拿民 米盖亚 以利约南 撒加利亚 哈南尼亚 吹号 又有马西亚 士玛亚 以利亚萨 乌西 约哈南 马西亚 以兰 和以谢奏乐 歌唱的 就大声歌唱 伊斯拉西亚 管理他们 那日 众人献大忌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 大大欢乐 连妇女带孩童 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撒冷中的 欢声 听到远处 当日 派人管理库房 将举计出售之物 和索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按各城田地 照律法所定 归给祭司 和立位人的份 都收在里头 尤大人 因祭司和立位人 共职 就欢乐了 祭司立位人 遵守神所吩咐的 并守洁净的礼 歌唱的 守门的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 也如此行 古时 在大卫和雅萨的日子 有歌唱的领长 并有赞美 称谢神的诗歌 当索罗巴伯 和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 将歌唱的 守门的 每日所当得的份 攻击他们 又给立位人 当得的份 立位人 又给亚伦的子孙 当得的份 第十三章 当日 人念摩西的律法书 给百姓听 遇见书上写着说 亚门人和摩押人 永不可入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 来迎接以色列人 且顾了巴兰 咒诅他们 但我们的神 使那咒诅 变为祝福 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 就与一切贤杂人绝交 先生盟派管理我们神殿中 库房的祭司 以利亚时 与多比亚结亲 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 就是从前收存 素祭 乳香 器皿 和赵命令 供给立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五谷 辛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归祭司 举祭的屋子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 雅达薛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 过了多日 我向王告假 我来到耶路撒冷 就知道以利亚时 为多比亚 在神殿的院内 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我甚恼怒 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 从屋里都抛出去 吩咐人 洁净着屋子 虽将神殿的器皿 和素祭 乳香 又搬进去 我见立位人 所当得的份 无人攻击他们 甚至供职的立位人 与歌唱的 聚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 我就斥责官长说 为何离弃神的店呢 我便招聚立位人 使他们照旧供职 犹大众人就把五谷 辛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送入库房 我派祭司 士利米亚 文士萨都 和立位人皮大雅 做库官 管理库房 副官是哈南 哈南是萨克的儿子 萨克是马他尼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忠信的 他们的职份 是将所供给的 分给他们的弟兄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 与其中的礼节 所行的善 那些日子 我在犹大见有人 在安息日炸酒 搬运河捆 驮在驴上 又把酒 葡萄 五花果 和各样的担子 在安息日 担入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 卖食物的那日 警戒他们 又有推罗人 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把鱼 和各样货物运进来 在安息日 卖给犹大人 我就斥责 犹大的贵重说 你们怎么行 这恶事犯的安息日呢 从前你们列祖 岂不是这样行 以致我们神 使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和这城吗 现在你们 还犯安息日 使愤怒 越发临到以色列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 耶路撒冷城门 有黑影的时候 我就吩咐人 将门关锁 不过安息日 不准开放 我又派我几个 仆人管理城门 免得有人在安息日 担什么担子进城 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 一两次住宿在 耶路撒冷城外 我就警戒他们说 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 若再这样 我必下手拿办你们 从此以后 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 我吩咐立位人 洁净自己 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为圣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 连续我 那些日子 我也见犹大人 娶了雅师徒 雅门 磨压了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说话 一半是雅师徒的话 不会说犹大的话 所说的是 照着各族的方言 我就斥责他们 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指着神起誓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外邦人的儿子 也不为自己和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我又说 以色列王所罗门 不是在这样的世上犯罪吗 在多国中 并没有一王像他 且蒙他神所爱 神立他 做以色列全国的王 然而连他 也被外邦女子 引诱犯罪 如此 我岂听你们行着大鳄 娶外邦女子 干犯我们的神呢 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 耶和耶大了一个儿子 是和伦人 参巴拉的女婿 我就从我这里 把他赶出去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玷污了 祭司的职任 违背你与祭司 立位人所立的约 这样 我洁净他们 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 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 使他们各尽其职 我又派百姓 按定其献柴和出手的土产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